中国人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 都期待着包青天的出现 哪怕是换跌也要改变现状 这才导致中共设定了这么个 有其名无其是根本不可能 为你解决问题的信法局 所以我将此段视频起名为换跌 说一说中国人的降趋思维 早在1974年9月1日 我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 被在南京五台山公判 有期徒刑十年 于同年同月的27日 被送进了江苏省南通市新生支部场 即江苏省第十八劳改管教队 现在称之为江苏省南通监狱 当时一中队是民国战犯关押之地 所以我与他们关在一起 期间我认识了一位民国战犯 名叫陆奇 由于他目睹了我在监狱里挨打 上聊 禁闭后 忍就坚持脱逃 才认定我是个汉子 因此当我六个月禁闭欺满后 就把我要到他管理的阻里 并同住一张上铺 他偷偷地给我看他的判决书 那后后发黄 并用毛笔写的判决书上清晰的写作 杀死杀伤我军数恩人 从而也使我佩服他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宁死不屈的勇敢精神 1975年底 他被释放时 回到监防对我说 等你出一来我家 在此期间 我也目睹了另一位民国军人 名叫张玉轩 当时他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 他自称是三角洲军事武官 通过我与他的较量之后 证实了他的功夫的确不佳 但他并没有像陆琦那样的勇气和智慧 一直为自己没有被释放 而向玉警解说自己是线团级 尤其是与玉警谈话时的那种情景 给我的感觉 他就是想彻底的希望 能够通过换跌而得到释放 在我采访的人当中 改变不了换跌思维的人太多 有的甚至还树立那些 在央视上哭跌喊娘的行为 被说成是被逼所制的勇士 我真搞不懂 难道中国人就真的这么怂 再次我要对这些人说 即便你搅了枪 他们也不会让你有机会成为马云 而我呢 既然中共不让我回到我的过去 那么我就坚持做许云峰 跟上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